没有太阳 第二朵这个碎莲也开了 底下又冒出两个花蕾来了 漂亮吧 这个蓝雪花已经开出四大朵来了 大家看这种蓝色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花园里就缺这种蓝色的花 因为能开蓝色的植物 蓝色的花的植物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开花量还能这么大的 大家看这个底下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花类 期待它能全部绽放的样子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满天心 这个满天心这个白色的好像更耐开一点 现在没有几朵开败了 而这个红色的话好像有蛮多已经开败了 看一下有没有结了种子的 因为这个满天心是会结种子的 种子收 收起来之后秋天又可以剥了 到时候就能繁殖出太多太多盆了 拿一个看一下 像这一种 看到吗 这个里面真的有种子哦 这是刚刚倒出来的 这个满天心的种子是很小的 现在我就把这种枯黄的结了种子的给它摘下来 因为如果现在不摘的话 到时候它就会自然掉掉 掉掉到这个花盆里面就找不到了 所以要提前收 采收这个花种子的话也是有技巧的 不能摘得太早了也不能摘得太晚了 如果摘得太早的话它里面的这个种子还没有成熟 那么到时候这个播种的出芽率就不高 那如果采收的太晚了 它的这一个夹子已经全部打开了 风一吹这个种子就会吹到这个花盆里面 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一定是要这一种 刚刚可以开口看到里面有这种黑色的种子 这个时候采摘是最合适的 看这一个夹子里面有这么多种子 这种就是成熟了的 这个结种率还是挺高的 几个夹子就收了这么多种子 这个收集起来的种子就可以拿一个袋子装起来 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冷藏 等到秋天就可以拿出来剥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